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乔德国小的陈毓人 我今天要讲一个笑话 是太太要帮先生帮忙洗碗 先生不好意思拒绝 于是将十岁的孩子叫到眼前 好生好趣的跟他说 孩子现在让我来帮你练习洗碗 以后可以帮忙太太的忙 孩子一脸抱怨的说 不必以后我可以叫我的儿子帮忙洗 谢谢大家